现在呢当然大家就在调查嘛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在第一时间在讨论 就直指人祸 人为的疏失 到底是谁 哪一个人 出了问题 结果呢现在您看 空中管制员有批准日航客机降落 也指定了一机前往 指示定一机前往跑道 那根据日媒NHK的报道 海宝厅的机场说 获准起飞 那跟管制员认知说不同 说不同 但是呢你看日本国土交通省 稍早有公布雨田机场塔台的通联记录 结果最新消息就说 这个内容证实 这个机长 就是这个海宝厅机长 他没有遵守塔台指令 擅自闯入了跑道 所以才会发生这一次的事故 所以现在根据这样的一个最新消息 他们公布通联记录的话 问题出在哪里已经得到答案了 老师 他这个真的是 跟我平常对于日本人的印象 这是大相径提 这个因为我总觉得说 因为这个机场里头 不可能出现这种 连这种意外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怎么还会出现什么又过准又违反什么的 就是违反 这个海宝厅的飞机里面 除了机长自己跑出来以外 其实他全死掉了 这是多惨的悲剧 而且他本身里面的话 另外的话打了JL的那班飞机里面 也还有一大堆的那种运送的物资 什么各方面 对不对 然后现在的话就制造这种感觉 我觉得 我不晓得是该怎么样解释 固然这是一桩悲剧 也是一个很难过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 所有人都要引以为戒 就像日本 我们以前都认为日本是个非常严谨的民族 现在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 一个普通的客机满载 他都冲进去 你看那个火灾简直吓死人了 对不对 然后大家就感觉到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所有的情况 那日本本身在叫 我们只能够说是他发生这种事情 这个就是人祸了 原来地震当然是天灾 这个解释海啸 日本这个海啸 前天的海啸有五公尺 也是很可怕 又好几辆车 所以日本这个位置 就是对日本来讲的话 跟我原来拥有的印象 就是很不一样 然后这一次的话 实际上他根本就不用查 他已经知道很明显 就是那个海保厅的那个机长本身 他自己跑下来了 上面人全死了 就是这种情况 那这个有什么好评论的呢 这是一双悲剧 这是一个意外 这是一个不该发生的 而发生的错误 对不对 居然发生在日本 就是说我们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 大家哈日主要小心一点 就是至少连续三天都有事 大事 那今天 对啊 你看今天其实就连日本 日本这个居民也在关注说 怎么会JR小舱站 那边会发生火灾 非常热闹的一个商店街 餐厅非常之多 结果天天都有事情 不过我请教一下这个蔡委员 我们就避开不谈 我们要先来谈一下 这个事情好诡异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说 日本那样很奇怪 现在这个呢也有人说太诡异了吧 韩国的媒体说南韩政府有表示 针对法国新闻频道在节目会 错误的播出南韩国旗一事提抗议 因为大家要看哦 他这个放的到底是什么旗啊 我们一下子也看不太懂 这是日本国旗还是南韩国旗呢 日本国旗加南韩的标志 对很奇怪对不对 对好奇怪 按你来讲你如果没有旁边的话 这个就是一个日本国旗 结果你看这个一看就觉得不对啊 那这到底是哪一国的旗 这个要搞错应该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 这个不容易 因为没没见过这种土旗 按你来讲国旗应该都是土党 都是固定有的对不对 然后呢有法国的频道居然可以弄出这样的一个国旗 所以就让大家觉得太奇怪了 法国新闻哎呀这真是什么媒体啊 对啊然后呢 我以为三立电视台 对啊是法国哪个媒体啊 是法国新闻频道叫LCI 这个南韩外交部呢就说 南韩的驻发大使馆立刻表达严正抗议 这新闻频道表示了遗憾也删除了内容 但是好奇怪啊 你这个土党哪来的嘛 对不对 蔡委员你看过这么多的外媒的新闻 没看过 这个大概自己画的 对啊 我表示法国的新闻界 对国际知识太低了 这个是很离谱的事情 如果你说今天把美国国旗弄出来 那你真的很多人搞不清楚里面有几颗星星 你大概不会注意 看着一颗星星 那也差不多 可是美国国旗几条线你不能画错 13条线你不能画错 但是星星有时候人会弄错就算了 这个是很清楚的 它是中间是有蓝色的一个太极图 但是法国印象中怎么会觉得它是日本殖民地是不是啊 对啊 所以韩国人抗议是对的啦 是不是 是有点离谱了 而且我感觉它这个新闻在报道的是 就是南北韩的传统 对南北韩的问题 对啊 然后在那里讲他们北韩的射飞弹啊 这个LCI是它的那个国家电台 Delifun的这个底下的所属单位 那这国家电台更扯啦 那已经是国家的频道 国家的情维 这个难怪韩国要抗议 它这个太侮辱他们了 还是他们以为日韩友好 所以可以把两个旗子 给他混在一起 你想想看 太奇怪了 你算什么东西 那个法国的国旗三个颜色 排列是有顺序的 你把它背不看 他就要抗英那厉害了 因为好几个国家的国旗颜色 跟法国都很像 不过是像非洲 很像 因为次序不同 中国大陆跟沙奥地阿拉伯 积极的要合作 那合作的部分呢 我们先来说 沙奥地阿拉伯国家电视台表示 沙奥地正式的加入金专国了 金专国家集团 正式欢迎五个新成员 哪五个呢 欢迎你写下来 请教官不多念 考验一下 考试一下 金专国已经有超过 25亿总人口 以及超过16兆美元的GDP 所以他的实力是越来越坚强了 那我们也看到 大陆民营炼化龙头之一 荣盛石化也发布了公告 他跟沙奥地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签 调解备忘录 那到底要怎么样的合作法呢 我先来请教一下蔡委员 所以现在这个沙特 之前你也分析过 可是今天你看 那个一步一步往前推进 所以金专国更亮了 然后又有大陆的民营炼化龙头 荣盛石化要跟沙奥地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 来共同合作 请教一下蔡委员 这个都是中国的国营事业跟沙特的国营事业 它是一个国营事业不是一个民间事业 那国营事业一定是上面的 有很重大的战略的部署啊 对于这个中国的荣盛来讲的话 这个朱拜特炼化厂给他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很大的工业区 都是他的 你知道在海外去搞个工业区啊 你问贱大使是多困难的事情 什么土地啊 离离哭哭啊 虽然这个名字叫炼化厂 它其实就是一个工业区的持有者 它只是工业区中间的厂商而已 那你说龙盛投资50% 那表示要扩展新厂 要把龙盛在海外的生产基地设在那边 就不用去求爷爷告奶奶啦 就是一个中国大陆石化工业往海外扩增 因为石化工业有个很大的特殊 运费非常贵 很麻烦 因为它就是单价不会特别高 可是体积都很庞大 所以如果能够说究竟在提炼 那就可以供应欧洲啦 可以供应这个穆斯林国家 要不然其实从中国提炼的话 还要绕过马牛甲海峡 这个实在是运输成本非常贵 那对于这个沙特来讲也是一样啊 搞这种工业区我怎么搞得过中国人 中国人搞这个工业区是一把照 你看从北到南从深圳到天津 搞工业区他比我行 招商他也比我行啊 我是有钱啊 可是我有钱不求人啊 中国会给人家磕头啊 而且中国大陆在东南亚国家 搞了多少的工业区 对啊 工业区是很有经验 管工业区是一门学问啊 大家不要以为好像工业区一片土地 你随便你盖那个厂物啦水啦空气啦污染啦 我那个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所以对沙特是好的 因为沙特有钱嘛 不需要做这么着急工作啦 那对于沙特来讲 让他相对的可以投资中国的国营事业 他这是稳赚不赔啦 他不会去向他投资那个什么 瑞幸银行被赔了30亿 有空丢你呢 对 还被全世界一直嘲笑对不对 所以你不是很为了搞投资吗 怎么会被瑞士 而且瑞士政府还吃你的 你还不敢吭声 蔡委员 那现在你看 这个在伊拉克南部的一个省份 说中石油已经接替艾克森美孚 成为油田牵头合同者 所以换句话说 现在也深入伊拉克了 跟伊拉克在这边是合作了吗 那所以是艾克森美孚就是什么 就退到一边去 那根据这个参考消息 引用路透社的报道 说这个油田是全球最大的油田之一 预计可以采出量超过200亿桶 大约是27亿吨的这个油量 伊拉克本来就是一个产油国家 但是也没那么夸张 全世界最大的油田 也有点的夸张了一点 如果单一油井也许是 油田你看沙特阿拉伯 它那个倒是随便挖都是一大堆 所以但是总是能够在伊拉克插起 是好的事 因为伊拉克是美国的势力范围 那现在伊拉克跟美国是 有点黏又不太黏 前段时间 这个伊拉克总统还跑出来指控美国 侵犯他的主权领土 所以表示伊拉克开始有这种 我终于不是美国的附属品 那愿意把一些油田的生意交给中国来 那中国也真的需要在海外 找寻很多这种开发油田的机会 不管是就地做生意 还是在这个石油市场尬一脚 让中国的能源安全更有保障 这个都是必要的 好 介大使 那我们说到金专国金专国 现在连普丁都说 还有30个国家等着想要加入呢 那偏偏呢 这个阿根廷的新任的这位总统 他可是铁了心了 说不加入啊 不加入金专国 那事实上他去年有这样 不会接受加入这个金专国的邀请嘛 那现在不加入 不加入又如何呢 怎么感觉好像普丁的意思是说 你不来还有很多的国家排队 所以要等着进来呢 对 其实阿根廷能够对金专 做出的贡献是有限的 因为第一个他货币很不稳定 现在金专大家要推动 这个共同的支付工具 那个阿根廷会是一个累赘 所以他不是符合现在这个主 这个阿根廷 就是说金专的主要的工作一样 主要的这个工作项目 那所以我觉得阿根廷真的 给了金专国家一个好机会 正好不要接受这个烂摊子 这个国家经济正在继续的 这崩解当中啦 那他变成金专国家 金专国家救他也好 还是不救他也好 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就是说 要加入金专国家 上在去年的时候就讲 差不多二十几个国家 已经正式提出申请了 我觉得下一波很可能再次就是 还是东亚一些国家了 东协的这些国家 越南甚至泰国甚至印尼 都很有可能 这些都是新兴的经济体 那我觉得如果加入的话 对于整个的东协 对于这个金专才是那个 真是一个正面的助力 我看好多网友都在留言 说像阿根廷还是不要来好了 阿根廷这个就是没有什么贡献的话 不加入比较好之类的 所以还说没人要的阿根廷退出更好 也不是说没人要啦 其实之前中国大陆 甚至也都表示欢迎嘛 可是你阿根廷自己不加入的啊 其实当时基本上阿根廷会上榜 大家都有点意外 那个时候因为是他的前政府 基本上他是希望加入 全球的南方国家的一个结盟 那可是问题就是这个米莱 他是希望加入 他说他只要跟两个国家结盟 他选举了一个以色列跟美国 他说阿根廷应该在这 米色列跟美国的这个角度 这个里面有一点点 他做他的西方国家的大梦 那问题为什么他这么 对美国这样的迷恋 丹恋的话 他这个去到华盛顿 拜登连见都不见他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所以这是他们的损失了 对我觉得他就是 就是一厢情愿 对一厢情愿 不过不加入金砖 我认为是金砖的收获 不是损失 好蔡委员 所以你看好 现在俄罗斯 俄罗斯现在他们也有一个 很可爱的大熊猫 这个莫斯科的市长 还特别在社群媒体宣布 这只丁丁 在动物园生下的小宝宝 有个名字 你会念吗 卡丘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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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丘萨是一种枪械的名字 是 他是什么 二次大战时期 苏联大规模生产 世界第一款的火箭炮 BM13俗称就叫做卡丘萨 奇怪了 现在是什么 俄罗斯怕人家不知道 他是战斗民族 这个有点的误会 卡丘萨事实上是一个情歌 像那个望春风一样 那因为在 我们知道在战争 对俄罗斯来讲 是一个很悲惨的 奋斗的过程 所以 死了这么多人 可是他们发现说 使用卡丘萨是 就他们能力守级 非常有效的一个 很多的妇女只要想到说 自己的老公 上战场在使用卡丘萨 使用这种火箭弹等等 他就会 悲从中来会唱卡丘萨的歌 就从民间就流行到军队里面去 像每个人都唱望春风 就把手中的枪称作望春风 所以 这个有点的误打误撞 不是真的在讲武器 卡丘萨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 然后是一个情歌 可是全世界他知道说 卡丘萨已经变成俄罗斯很有名的 一个火箭弹的名字了 是啊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 是一个很惨的战争画面 对啊 你看这么可爱的熊猫宝宝 然后你在他旁边放一个火箭弹 把那个图放来 俄罗斯人也会想到说 他们的当年的妇女盼望 夫婿归来的那种心情 是 这一解释就有新意了 有新意了 大家觉得如何 那是诱筛是女性吧 还是男性 我也不晓得 卡丘萨应该 看起来如果翻译还加个草字头 总觉得好像应该是女生 对不对 那卡丘萨的歌是女生的歌 名字没有错 对所以搞不好是 这个可能还要再查一下 这个线上有网友就 还真的在问 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 不过 介大使来 我们来看看 这个央视网特别这一段影片 哇大家讨论的相当的热烈 福建号航母最新画面 已经可以看到甲板三条 电磁弹射器清晰可见 那这个上面到底有什么 这个是不是也表示说 进度又在往前了 所以这个时候 大陆的央视就要特别 在一段影片的最后 放这一段秀给大家看 福建舰准备好了 真的要来了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阶段性的 也就是我认为它 基本上已经直接说 就表示这个电磁弹射器 大概大致都是射射是成功的 只是还没有用海事来做 因为它是细薄实验 它是用那个小红车在实验 就是它的弹射 就是说它在细薄的时候 它不会用真正的飞机在做弹射 那个小红车的话 一台可能有的时候是20吨 有的时候40吨 它要射它的弹射 它是等于平面在这个实验 那这次是正式是央视 是官宣 而且明白的把那三条电磁弹射器 展现在世人的眼前 我觉得两重意涵 第一个就是亮剑 告诉中国大陆的航母 这个福建号 这个电磁弹射 事实上是测试成功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说 证明这个电磁弹射 不是只有虚名 我可以公开来让你看 然后过去上面都架的 这个给它盖起来 不会像这么明确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这个歼15 歼15 歼15的话 大家看得到吗 看得到那个位置吗 对 我觉得这里面都有意涵的 都有意涵的 接下来可能就是说 细薄实验完成就是海测 海测的话基本上的话 因为你在这个所谓的静止 静态状态中 静态测试的话 事实上难度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是舰载机在这个 在这个电磁弹射上面 这个实验的时候 它是逆风走的话 飞机本身它就有这种 漂浮的能力 它的这个所要耗需耗的 这个弹射的力度 会比你在静止测试 要少得多 所以呢这个测试 这个我觉得这张照片 有高度意涵 高度意涵 不过中国大陆这个福建舰 这个厉害之处就是 不是说它比前面两艘航母 大了快两万顿 而是它连跳了一代 这个中国大陆原来的 这个不管辽宁 还是山东 是所谓的弹跳起飞的 那个还不是 下一代的所谓的蒸汽弹射 那中国大陆蒸汽弹射 都根本不要直接就电池弹射 电池弹射在美国来讲的话 也不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 因为福特号 那个电池弹射 听说300次 使用300次就发生一次故障 那这个福特号 基本上它的海事搞了三年 然后呢 实际入列以后呢 它还多次回厂大修 所以福特号的那个电池弹射 是有大的问题的 那中国大陆 这个直接跳电池弹射 然后呢 用的是所谓的中压直流电 那福特是用中压交流电 是 那而且福特号还是核子动力的 然后呢 这个福建号是常规动力的 那这个电池弹射最大就是用电量 用电量 那中国大陆用传统动力的 这个航母 就可以三条 这个三条这个电池弹射 而且是用这个中压交流电 直流电 这都是突破 那我觉得这张照片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电池弹射 已经有把握了 如果不是说这个 马上要进入海事的话 它不会在这个时候公布 这个这张照片 好 说真的啦 这个蔡委员刚刚也看到了 我们看到这个福建一键 什么时候看到这么的清楚 这次真的是最清楚 甲板让你看得清清楚楚 都扫干净啦 然后呢 就这三条一二三 非常清晰的 这个三条电子弹射器 清晰的让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啰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易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易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易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易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按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扣 打扣